一出如夢幻的戲劇特寶 我是不是真的好像Harriet 她們個個都說我像 不知道現在史特林堡看到我的話 會不會都想找我做她的戲呢 Harriet是史特林堡第三個老婆 也是最後一人 她的人又年輕又聰明又有才華 簡直是史特林堡的靈感全員 你知不知道 在她們新相識的第一年 史特林堡已經為Harriet 讀身訂造了六個劇本 一年六個劇本讀身訂造 所以那些人說她厭女 你看不是吧 有什麼證據 我告訴你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叫做Strainback and Love 裡面也說了很多 史特林堡在愛情婚姻關係的經歷 浪漫到不得了 還有 裡面都有提及到 史特林堡對兩性的看法 例如說 她覺得女性和男性都應該要接受同等的教育 都可以擁有投票權 男性小小時候就應該要學針子 還要懂得自己執藏 女性都不可以習慣動止要男性讓她 還有 史特林堡的女兒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也有提過 她的爸爸媽媽真的這樣教導她 如果她真是厭女的話 如果她真是厭女的話 她又怎會以 因陀螺的女兒 一個女性 她作為 一出於夢幻的戲劇的主角呢 我 阮偉盈 在這齣戲裏面飾演的 就是陰陀螺的女兒 艾格莉 演出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4月23日至25日 劇場見 見